反對維格變更保護區 維格他自己只擁有百分之一的效率 他要連帶變更其他不屬於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效率 這個百分之九十九的效率全部都是保護區 全部去保護區 那麼在維格這個辯論案的讀計畫書裡面 那個計畫原期裡面有寫出來說 我有財產法裡面有規定 如果土地超過1650平方公司以上是不可以讓售 不可以飆售的 那維格在這個案子裡面 行政院那邊專案讓售1.62公頃 1.62公頃就是16200平方公司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上限的9.8倍 將近是10倍 所以我們認為這應該會是一個必要 我們待會到樓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都委會的委員 去跟他們問清楚 到底有沒有這一個非法的專案讓售的事情 這個校地本身喔 因為他在山坡地上 那麼就現況而言呢 就現況而言 那個路也很狹小 大約只有六女路左右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開發案呢 依照那個建築法規內線規定的話 需要有兩條道路才可以確保安全 那麼維格在這裡呢 他的規劃裡面是 有1470個小朋友要進入這個學校裡面 他規劃的是給1470個小朋友用的校地 那麼如果再加上了 學生、老師、家長、教職員等等 可能也許會有到2000人 那就現況而言呢 已經是一種優篩的狀況 而且那個當地人都很清楚 每逢到了上下學的時候 他們都連馬路都走得過去 然後這一台 這一台就把整台道路給整個中測掉 我們都出不去了 再下一頁 這個是上一次委員的意見 就是說要提出整個保護區的政策 還有原則 還有這次的視線性提侵 我知道剛剛各位委員討論很多 可是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6月26號的委員的意見 也就是說 你們在整體的通牌檢討的部分沒有過 他為什麼能夠來申請 如果能夠來申請的話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就是他這個都市計劃法26條第一項 三年到五年必須要通牌檢討一次 市政府有做嗎 請問都發局有做嗎 沒有做嗎 所以這個案子 本來是不能在這邊成立的 就應該要把它撤除 下一頁 然後如果你們說是27條第一項第四款的話 我請問一下 你們說你們是配合中央直轄市 縣市政府的重大設施 我請教市政府 什麼叫做重大設施 你們告訴我 什麼叫做重大設施 蓋一個學校叫做重大設施 好 如果說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它是叫做 它是訊情 訊情變更 所謂訊情變更 就是要馬上立刻 好 那它是他擊破棄函中央性 四年過去了 維格有沒有在找地 沒有嘛 下一頁 所以他維格沒有在找地的情況下 你告訴我說 它很重要 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 整個重大這個問題是 維格教育 他的幼兒園 他的教學品質不良 他需要改善 需要改善是 我們市民要幫他改善嗎 錢他賺的 我們要幫他改善嗎 你們教育局好好想一想吧 第二個 你改善教育空間 你幫他這樣子做這個案子 這是為他定身打造的 不是為我們市民的權利在著想 所以你們是牽強引用本條款 下一頁 所以我想要請教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說他們有經過評估全職 他們的評估報告在哪裡 為什麼評估報告我們市民都沒看過 第二個 他評估項目是哪一些 他說他有有效責替代方案嗎 還有他們在這邊 他有對自然的這些條件有做調查嗎 請各位委員看他的報告裡面有地質專探調查嗎 有沒有 他根本就沒有做這些調查 為什麼一般老百姓沒有辦法拿到 我看最後一頁好了 所以呢 他這個也違反我們教育政策的社區化 不過請問一下 維格幼稚園的學生來源 只有北投區嗎 他沒有士林區嗎 他沒有中山區嗎 還是說你維格就承認 你以後就只收北投區的小學生 不可能的是嘛 他的學費多少 是每個人都上得起的嗎 也不對嘛 所以不能都把這樣的土地賣給他的 這個土地來這個小小學再下驗 好 這個是他同意讓授 你知道這塊土地 現在公告限制多少 四千四百塊 國保護局只有四千四百塊 他只要花七千多萬就買 買得到 如果維格小學他現在目前 維格小學他現在每黑杯的價值是十四萬 他要花十二 他有十二億的限制 所以我們自動府就幫他省了二十二億以上的經費 這不是土地叫什麼 我委員令委員你還想那麼高興 怎麼感動 我也很感動你怎麼會被他收買得這麼嚴重 好下面一位 所以說整個我們想要看到的是 國小甚至包括國中 這邊的用地跟他現在整個招生 看到那個招生的一個情形 跟預期 未來招生的情形 也就是說這一部分 如果說我們今天從重大政策 或者交易政策角度去看 反而應該是檢討這一塊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想就是說其實就是 看到的 像我們有沒有去思考說 我們這些那個公有的這種小學 甚至用OT啊 或者這種這種用地的話 用BOT的方式 可以去經營 我覺得這方面應該是一個可以去思考 那但是最重要應該是說 我們這邊的那個檢討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像台北市很多小學都已經收了 像民眾國小都已經沒有了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是不是也發生了很難 因為我們小學基本上 小學跟幼稚園應該是就地就學 就近就學的一個概念 不是這種坐著交通車買街跑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在北投的地區 我是沒有辦法滿足 我們才去檢討這些事情 否則的話 我們看到就是說 那個那個甚至我在淡水都可以看到 看到那個那個 那麼遠的那種車把小孩子這樣子接送 到底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想法 我覺得這一部分 要做更清楚的 謝謝 這個幼兒園 94年開始申請嘛 那我想說 欸 十年這樣 金貴十年這樣 那這一些 所謂的 如果我們就有這個案子 那這些小朋友怎麼辦 那政府的政策到底是 是一定要需要依賴實際學校來提供 還是說 政府有針對 那個都委會的意見是說 啊你學校的閒置數 這個可不可以就趕快來做 這十年之間到底 我們政策喔 就是那個台北市政府交易局 對於這一些看起來 我不曉得第一個 供需是不是正確啦 因為看起來是差滿多的 這個需求遠大於供給 那假設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交易局的政策 是難道要透過這個方式 還是說 都委會的提問 這個部分的回應是怎麼樣 而不是那個二跟三啊 我是想請教一下 教育局